晚餐如何吃,健康又營養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老安 我发现咱们现在的人特别容易走极端 就拿晚饭来说,要么不吃,要么就吃很多 其实这两个极端都是不对的 咱们今天就分开讲讲 首先我们来看,不吃晚餐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第一种情况,胃酸分泌过多 虽然不吃晚饭,但是胃酸会照常的分泌 但是因为没有食物可以分解和稀释 那么胃酸就会伤害胃粘膜 久而久之就很容易出现胃粘膜糜烂、溃疡 出现胃软痛、消化不良等等这些症状 第二个情况,降低人体的抵抗力 不吃晚饭容易诱发低血糖 抵抗力也会随之下降 特别是中老年人,他们食物营养吸收不良 所以晚餐就一定要吃,而且还必须要有营养 那么我们再看,晚餐如果吃的过多会导致什么情况呢? 第一个情况,肥胖 晚上人体的新陈代谢速度减慢 运动量也会减少 很容易造成脂肪的堆积 而肥胖又会诱发多种疾病 第二种情况,冠心病 很多人的晚餐吃的太过丰盛 脂肪多,胆固醇也高 长期以往容易引起动脉中央硬化 最终导致冠心病 情况三,糖尿病 晚餐吃的太多,血糖自然会升高 胰岛细胞就需要不停歇的分泌胰岛素来维持平衡 长期以往,胰岛细胞就不敏感了 无法正常调节血糖 继而引发糖尿病 老安建议大家,这样吃晚餐 健康又不会惹病 原则一,种类多,能量少 现在生活节奏快了 早餐基本上都比较糊弄 而中餐定外卖 大多又不符合食物多样 营养清淡的标准 晚餐恰恰是一天当中 茶漏补缺的好机会 我们先来看主食 主食可以以粗粮饭,粗粮粥和杂粮饼为主 晚上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深色蔬菜 能量低,饱腹感强不说,还健康营养 再来看肉类 肉类最多不要超过50克 原则二 宁吃早不吃晚 晚餐最佳的进食时间是19到20点 夜里是胃肠到休息的时间 一般胃粘膜上去细胞会在这个时刻进行再生的过程 这时进餐不仅阻碍了胃粘膜的修复 胃中的食物还会对粘膜造成刺激 因此晚餐已早不宜晚 而且睡前三小时最好不要再进食了 原则三 吃的越晚要吃的越少 如果您的晚餐吃的特别晚 可以吃一些清淡的小米粥 燕麦粥,蔬菜汤面等等 或者吃一盘酸奶蔬果沙拉 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量不必太多 吃了不感到饿就可以 只要符合以上的三条原则 自己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不但不会惹病 还能更加健康 赶快把这个视频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吧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